最近浙江渠州长山县东岸乡的 撕过育苗工作正在进行 5月份就可以移栽入田了 这片撕过田是当地和浙江慈禧赴海镇 结队帮扶的成果 近日在浙江渠州长山县金园村 村民们正在抓紧搭建 种植丝瓜所需的毛筑架 架子搭好的时候 我下第二步就是育苗 育苗是5月份左右的商架 当地一般每亩可产 干丝瓜落150到220公斤 作为中药材出售 母菌毛收入可达万元 如果加工成厨房、洗浴或保健用品 收益则会更高 慈禧市赴海镇的丝瓜落产业由来已久 但近年来因为受到土地制约 发展受到限制 如今两地合作优势互补 长山县拿出了丰富的土地资源 慈禧市赴海镇拿出的是技术支持和服务 推动丝瓜落产业发展 带动两地共同富裕 我们通过三包的一个形式 第一个就是我们包送种、包育种 第二个是包技术指导 第三块是我们包销售、销路 在所有的工程中 铁房交据 连将其中兹团